哎 大家好啊 我是女朋友大野猫 刚才呢 听了一下胖子的节目 哎 曾经胖子有一期节目呢 说了那什么了啊 说了加拿大了啊 说了加拿大了 尤其呢 他又谈到了之前呢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这个孟晚舟实践 然后呢 这胖子呢 其实胖子在回应什么 就是我们之前有总理 前总理 加拿大的前总理 克雷蒂安 就是那个 应该说是特鲁多的老领导吧 不能算是老领导 他这个克雷蒂安曾经是老特鲁多的这个内阁部长 然后曾经负责了一系列的重要事务 比如说1971年 1971年在第 应该是第25届联合国代表大会 联合国大会上 然后呢 那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投票嘛 2571号决议 2571号决议是啥呢 讲那什么 讲那个就是说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同时呢 把蒋介石集团给踹了 在当场 说那个投票 投了那票的加拿大的代表 就是当时的克雷蒂安 这么回事 最近呢 出了本新书 出了本新书呢 其中里面就谈到了中国 尤其是讲到什么呢 讲到了就是说 他认为特鲁多政府在处理这个孟晚舟事件呢 有点欠火候 他认为有点欠火候 然后呢 我这朋友 这个胖子 北京这胖子 也就博通 他今天呢 做了一期节目 他就给出自己的阐述 他说呢 加拿大做的非常不好 莫能两可的 应该呢 要么快送 要么不送 对不对 要么不送 然后呢 你走司法程序是不对的 这一点呢 我不认同这个谁 我不认同这个胖子 所以呢 我要反驳他 然后呢 我有我自己的阐述 我自己的阐述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讲讲 从加拿大的角度 我从一个加拿大人的角度 因为我加拿大人嘛 我维护自己国家利益 难道不行吗 对不对 我从一个加拿大人角度 我们看孟晚舟事件 加拿大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首先呢 咱得有一个political context 咱得有一个就是说 大致的这么一个背景 今天咱讲讲大致的背景是什么 这个2018年 美国和中国呢 开始了贸易摩擦 后来又贸易战 又科技战了 你把道的 2018年开始 其实这也是2017年就开始了 因为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301调查嘛 对吧 这个事儿 引发的一系列的美国开始开始了出牌了 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 这其中一个动作就是12月1号 华为的这个财务 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 也就是那个任正非大女儿嘛 在温哥华过境的时候 叫加拿大的联邦骑警 那个抓起来 这RCMP也抓起来 然后情报部门也介入了 情报部门也介入了 然后这就是这个事儿 这个事儿呢 有人说 有人说 加拿大呢 应该怎么着就说 你这个事儿要么不抓 要么你抓起来对这很不好 这特务多政府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加拿大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不抓 他过境看没看 当没看见 但是加拿大在这个背景是什么 首先一个大家要知道 加拿大是没有这个选择权的 加拿大没有选择权 这个事件美国钦定了 这个事件美国钦定了 美国让加拿大抓 加拿大没有选择权 所以加拿大必须得做 那好了 这个事儿做了之后 对加拿大有什么影响 摆在加拿大面前的 对了 就是胖子说 要么不送 要么快送 其实这两个 这两个东西 加拿大是不能做的 因为孟晚舟事件 这个事儿给加拿大来了一个什么呢 policy dilemma 就policy dilemma 就是政策上的尴尬 为什么叫政策上的尴尬呢 政策上不知道该怎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满足了一方 你就会得罪另外一方 你满足的一方会得罪另外一方 然后呢 这个形势呢 对加拿大是不利的 无论怎么样 加拿大都要受到 都要损失 今天我反驳胖子 我认为他的这个东西 他这个前提是有问题 他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加拿大 要么 怎么着呢 就是说加拿大不能梦里两可 加拿大必须在做事儿做坚定 我不这么认为 其实沈亿老师在他的节目上 曾经有的秘点 我认为非常赞同的 虽然我是加拿大人 我不愿意听那个话 但是我认为非常赞同的是什么呢 是加拿大是个地名 为什么加拿大是个地名呢 他没有主权 他没有主权 那有人说不对啊 有人比如 比如我们之前的总理 克雷迪安就说 在他上任的时候 在他在任的时候 加拿大没有参加伊拉克战争 当时呢 当时 小布什 有人说小布什政府 小布什政府会的什么 就是他的一个 克雷迪安当时的一个政敌 就是这个自由党 后来自由党总理马田嘛 自由党内部有派系嘛 对吧 这样总理马田就跟他说 说你咱必须参加伊拉克战争 咱不参加伊拉克战争 美国会那啥 美国会惩罚我们 其实后来美国也没有惩罚嘛 所以加拿大呢 exercise自己的主权嘛 对不对 但是伊拉克战争的情况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这现在是不一样的 首先伊拉克战争这个事 美国 这加拿大是可参加 可不参加 美国那边也说了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就是这个联盟体系 是谁想愿意去 谁去 不强迫 不强迫 他跟他跟阿富汗不一样 阿富汗那个 阿富汗当时是什么 当时是他那个国务卿 国务卿就是鲍威尔嘛 鲍威尔将军嘛 挨个打电话 说你不跟我 你就是反对我 就这了 但是伊拉克战争 那是谁愿意去谁去 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有人又说了 之前加拿大呢 不是很反美吗 其实我跟你跟大家说 加拿大不反美 加拿大不反美 但是加拿大人呢 加拿大国民呢 加拿大之前的政治家呢 加拿大之前的政客们呢 他是有这么一个习惯 就是我要跟美国不一样 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行为 他都跟美国不一样 就是他的反美 其实就愿意跟美国不一样 但是呢 在老特鲁多和克雷蒂安时期呢 这是可以做到的 尤其在政策上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 为什么当时加拿大和美国 其实是盟友关系 美国加拿大大哥 加拿大班长 而且当时有美国苏联 这烂七八糟事 你不能因为一个加拿大 扯出这个事 让你们自己盟友寒心 这是不行的 另外还有一个事是什么呢 加拿大在上世纪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时候 自己百分之四十的产业 自己控制着呢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的产业 自己控制着呢 但是到了后北美自贸时期 就后NAFTA时期 现在我们NAFTA 就这个已经快三十年了 加拿大百分之九十的企业 百分之九十的产业 已经控制在美国手里了 然后大量的工人失业 我之前说了温哥华岛上 之前有木工厂 有造纸厂 现在这些厂都倒闭了 使得温哥华岛上的 大量居民失业 然后大量的居民 现在用那个水银千砂大力玩 给自己解闷 那你说这个 为什么会发生这事 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 在后北美自贸时期 美国已经牢牢控制住了 加拿大的经济命脉 就是说加拿大这个经济命脉 加拿大在政治上的话语权 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加拿大原本呢 主权就不算太大 现在基本上没有 对不对 这个policy dilemma 一个是什么呢 加拿大没有选择权 加拿大必须得抓 第二是什么呢 加拿大没有主权 沈毅老师在这点说的特别正确 他是从一个现实主义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他说特别正确 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孟晚舟这个事 他涉及了一个国家安全 涉及到了一个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里边加拿大还有个同盟义务 别忘了 这里边还有加拿大同盟义务的 所以这类的东西 这类的东西 而且这类的东西 加拿大只要美国盯上的 只要美国盯上的 无论怎么办 最后百分之百都要送到美国 就都要引渡到美国的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当时2018年的时候 美国在国家安全 通过司法体系设外的案子 他的胜率是百分之百 他的胜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加拿大面临这么大的这种压力 他的选择是什么 这个是关键 这个是关键 现在我先说 就刚才那两个选择 胖子给出那两个选择 要么快送 要么不送 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加拿大快送 什么叫快送呢 就是走个司法程序 孟晚舟送给美国 好 这个事如果送了 首先要破坏 他要破坏与中国的关系 与破坏中国的关系 绝对利好美国 而且加拿大会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 失去自己的主动性 本来就没有多少 本来因为NAPT 我们已经失去很多了 我们最后那点东西 也没有了 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 那你说 那有人说 中国算 中国这国家 别忘了 中国是世界上响当当的大国 中国的GDP 按平价购买力第一名 中国的工业产值 G7加起来 都没有太多 按平价购买力 中国的市场 全就第二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中国给加拿大的一个 一个压力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送 你要你快 你把孟晚舟快送给美国 好 你失去与中国的关系 失去中国关系 有人说 那加拿大的美国之间的贸易 75% 76% 跟中国才不到11% 那为什么 这个事会对加拿大非常的不好呢 这里有两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首先一点是什么呢 加拿大的大宗商品 它需要一个定价权 当它需要比如石油 比如天然气 比如它的菜籽油 比如它小麦 比如它猪肉 这些东西 它需要一个定价权 它跟美国比 它比不过美国 国家实力在那摆着 它比不过美国 所以它需要什么呢 它这个东西需要一个 大的买主去买它的东西 这个大的唯一能达到 现在能达到这个 这个情况的就是中国 中国大量的买加拿大的产品 买加拿大的石油 买加拿大天然气 买加拿大猪肉 买加拿大的菜籽油 加拿大的这些大宗商品 在针对美国的贸易当中 或者针对美国当中 在世界上抢这个市场的时候 它就有定价权 它这个定价权 对它自己的收益 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它失去了中国的关系 中国不买它的东西 比如中国不买它的石油了 那好了 加拿大这个什么 加拿大的石油 没地方去 只能去美国 比如说现在 全球的油价 80美元一桶 加拿大就得用 15美元一桶的价格 卖给美国 而加拿大产一桶油 需要40美元 因为它油杀矿嘛 所以如果失去了 对中国的关系 那么 加拿大的大宗商品 失去了定价权 加拿大会继续的 成为美国的服务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是什么 如果失去了 与中国的关系 别忘了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 每年经济增长 6% 7% 按照这个增长率的话 它将来有一天 会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到那个时候 加拿大需要什么 需要它的市场准入 需要进入它的市场 有更多的利益 等着它 如果加拿大失去了 与中国的关系 那等于说 它在未来 跟中国的经济 跟中国的经济绑定 跟中国这个经济去 进一步扩大的时候 它就失去了这个权力 这就是中国 对加拿大的压力 所以呢 把孟晚舟快速送给美国 是不行的 那有人说 加拿大可以牺牲 完全牺牲这些 别忘了 我们现在财政赤字多少 在疫情之前 103% 我们2%的经济都损失不了 每年2%的经济 如果我们损失 就是每年经济损失2%的 我们都受不了 你让我每年损失5% 你想干什么 我这里话还没有说 中国留学生 大量的中国留学生 对加拿大的中小企业 尤其是小城市当中的 中小企业 和那个每个人的家庭 有什么影响的 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 到中国的 到加拿大的大学城去 比如说 比如说Brandon Brandon University 布兰顿大学 李斯布里奇大学 University of Lesbridge 对不对 甚至比如 Wincover Island University 在什么地方 在Nanaimo 贵尔夫大学 在Gualt 有大 每年他们吸收 大量的中国留学生 大量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的学费 是本地学生的5到6倍 他们在本地的这个家庭里寄宿 就我们管叫Homestay 或者租房子 然后呢 在本地消费 本地消费 买个车呀 买个吃的呀 玩一玩啊 给本地的经济呢 能那个提起来 那你说 中国留学生不要了 要印度行吗 可以 但是达不到那么多人 这是关键 如果失去了中国的留学生 就比如说很多大学 甚至他办了很多语言培训 办了很多这种育科班 招收了大量的留学生 也是来自于中国 对不对 这都没有进入到 政府规则的大学编制 但是他们也这么做了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收更多的学费 为当地呢 创造更多的 更多的效益 如果这些没有了 那这笔经费谁掏 大学失去的这些经费谁掏 难道政府掏吗 加拿大政府现在还有钱吗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向美国 那随便印钱 当然不能 对吧 所以你失去了 跟中国的关系 你会失去很多东西 所以快送是不行的 那不送行不行 那不送也不行啊 为什么不送不行呢 你不把孟晚舟送过去 美国 别忘了 这百分之百要引渡的 这百分之百要引渡的 无论你怎么折腾 百分之百要引渡的 那不送行不行 不送也不行 不送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得罪美国 尤其是川普这种极右翼的民粹政府 你觉得他们会对加拿大怎么样 你别忘了 在这个事之前 美国跟 是跟自己盟友也打了一场贸易战的 尤其是对加拿大的钢铁和墨西哥钢铁加了关税 你想想 美国川普政府连自己的盟友都不放过 如果加拿大在明面上干得罪美国 那情况会是什么样 你自己好好去想 所以这给加拿大 所以孟晚舟这个事给加拿大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给加拿大了一个policy dilemma 政治上的一种非常非常不情愿的事情 你无论你怎么做 你都你最后都得罪一方 无论你怎么做 你失去的都是什么 你失去都是自己的利益 所以加拿大呀 在孟晚舟这个事上被套住了 被套住了 但是这个节目的话 这个节目话题是什么 是加拿大如何改变自己命运的 对不对 加拿大如何改变自己命运的 好 那我就讲一讲了 小特鲁多政府 就是这个小马铃薯啊 有人管叫小土豆啊 小马铃薯政府 我认为做的呢 我是保守党党员啊 我支持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 我不支持这个自由党 但是我认为小特鲁多在这个事上做的 非常的好 在这个方法上做的非常的好 他没有听这些老领导是对的 加拿大没有快送 也没有不送 他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 这条中间路线也是胖子追那什么 也是胖子呢 最看不起的 这中间路线是什么呢 就是走理论路线 走理论路线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做 加拿大该怎么做 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 扩大化 最大化 再怎么做 才能为自己解套 我刚才说了 不送不行 快送也不行 然后形势是什么呢 美国 设计这种案子 引渡 引渡的那个几率是百分之百 引渡几率是百分之百 那加拿大该怎么办 才能给自己极大化的解套 所以特鲁多呢 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线 就是司法路线 司法路线可以帮助加拿大解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的目的在哪呢 我可以告诉你 就一个字 拖 特鲁多政府在拖 或者叫苦称待变 这个事儿呢 没有主权的国家 没有力量的国家 那种 那种 每种力量国家经常用 我给你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七十多年前 八十多年前 有一位大国的领导人 领导人 他那个国家遭到了侵略 那种工业国 打农业国 他自己是农业国 他是大国领导 自己是农业国 国家面临的威王 国家面临的威王 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这 苦称待变 他自己曾经说 那个那位领导人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这么说 说我如果我们 这场战争当中能拖 能拖十二个月 或者能拖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当中 国际形势的变化 那还了得 加拿大在没有主权的情况下 加拿大在没有 多点力量的情况下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 在挤压着他 他怎么办 他采取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一个字 拖 看他怎么拖 最后能拖到拖的味 对不对 首先这个事 特鲁多在解释 这个事的时候 走司法程序 给自己国民解释 我认为走的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路 因为大家要明白 加拿大现在跟美国差不多 也有这种民粹 尤其是这种右翼的民粹 在我们那个党 就保守党 这种事太多了 这种事太多 之前都分出一批人 这分出一些人民党的忙脑袋 跟川普那个政治搞的差不多 这个事他就说什么呢 说加拿大应该快送 对不对 保守党就这么说 加拿大应该快送 然后一定要搞好跟美国的关系 但是呢 失去了中国 失去中国无所谓 我们就是跟中国对抗的 失去中国无所谓 失去中国就失去了 所以这些人 很多人他对中国不了解 很多人他对中国不了解 很多人他对中国就是说 还是三十年前这种情况 所以他们给出这个东西 显然不符合现实 对不对 所以加拿大 这个特鲁多政府 对本国的解释是什么呢 加拿大是司法独立 加拿大是司法独立 而且尤其 是在两个加拿大的 那两个加拿大人 就是两个迈克 就是那个 就是Michael Spavor 和Michael Michael Covery 就是康明凯 斯帕弗 被那个中国抓起来之后 尤其是这种 这种情况 加拿大人不愿意承认 但是从一个 我这样一个分析的角度 中国抓了两个迈克 说实在的 从某种角度上 给特鲁多 小特鲁多 一个自由发挥的余地 这个自由发挥的余地 在哪呢 就是走司法路线 就是走司法路线 为什么 因为他给加拿大一个口识 这个口识在哪呢 就是说加拿大 说这个孟晚舟这个事 是司法独立案件 司法独立案件 然后中国抓的两个人 加拿大怎么说呢 说这两个人随意抓的 说中国不讲司法独立 这个事 加拿大首先对自己国民的解释 对自己国民的解释 是什么 对自己国民的解释 是这个事 跟这个什么 跟中美这个乱七八糟事 不一样 中美这个意识形态对抗了 中美这个力量对抗不一样 这个事是什么 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意识形态 他把一个 从现实角度 现实主义角度的 那个什么 从现实主义角度的 这个这种两国两大国之间 力量之间的博弈 巧妙的转化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斗争 这个意识形态斗争 对加拿大是最有利的 对加拿大是最有利的 为什么呢 他有以下几点 他有几点 头一个是什么呢 可以向国民解释这个事 然后缓和自己国内民粹主义 抬头的这个这个势头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什么呢 美国无法反对 美国无法反对 为什么美国无法反对呢 他有三点 头一点 这还得感谢之前 美国这个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 在2018年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 美国的民主党重新夺回了众议院 也就是说 川普不可能一手遮天了 就是说 美国将陷入一种政治斗争当中 两党基本上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了 共和党的控制医院 民主党控制医院 尤其是这个 尤其这个 这谁啊 这个这个议长 当时不换了那谁了吗 换南西佩洛西了吗 对不对 他跟川普不对付 美国这两党又起来了 所以呢 川普不能一手遮天了 这是一个 就是他力不从心 第二个事是什么呢 当时美国设计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线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件 就是穆勒 调查案 调查川普通俄这个事儿的通俄门事件嘛 对不对 这个事儿在美国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高潮 而这个事儿所涉及的东西是什么 对了 就是司法独立 就是司法独立 川普无视司法 然后呢 美国许美国人寻求司法独立 然后成立了穆勒调查案 大家要听穆勒的 别听川普在成天那扯没用的 对不对 第三件事儿 川普说错话了 或者川普的胡说八道 12月11号这天 川普自己说 说如果发 还在发了条推特呢 他自己说 如果中国能跟他冒险 达成协议 这个事儿他能帮你解决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啊 好 你这么一说 把这个事儿变成了什么 那你不是承认了吗 这个事儿就是人质外交吗 对不对 这个事儿就不是川普绑票吗 对不对 美国加拿大绑票 美国唆使加拿大绑票吗 对不对 其实这个事儿 在克雷 克雷蒂安今天的书里边 他也这么说的 说呢 美国 美国把加拿大套住了 这事儿是美国的错 克雷蒂安就这么说的 但是 特鲁多不能救魄下驴这么整 那救魄下驴这么整 加拿大麻烦了 对不对 加拿大失去了跟中国的关系 我们损失多少东西啊 对不对 或者不那么整 硬着来 美国会整我们 对吧 那怎么办 走司法独立 走司法独立 这被 首先我跟你说 中国抓了两个迈克 给加拿大走司法独立 创造了条件 然后呢 美国中期选举 然后呢 穆勒调查案 然后川普这种胡说八道 这个事儿让美国 就是说美国 美国也不愿意看到 这个事儿是美国绑票啊 美国也愿意看到 这个事儿是走司法程序啊 所以就是说 加拿大走司法程序 走中间路线 走中间路线 对自己本国 也那个什么 对自己本国也是那个 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对美国来说 美国也反对不了 这事儿就是中间路线了嘛 对不对 美国 美国也反对不了 这事儿就是中间路线了嘛 对吧 所以加拿大 对中国来说呢 那对中国来说 没有快送 没有快送过去 然后呢 那个是在那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也能 也就能那么将就着嘛 对不对 最后就那么回事嘛 对吧 如果送过去了 情况 会另外一种情况 对吧 所以呢 加拿大这么做 可以说 从某种程度上 平衡了 各方之间的这种关注 然后把这个事儿降低 把这个事儿降低 变成一个司法的事件 也就不是什么 人质榜票 咱就不谈了 这个事儿变成一个司法的事儿 加拿大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就不就是拖吗 他拖什么 其实加拿大走司法程序 他堵一个东西 你别忘了 加拿大这个司法程序 他可以无限期的拖延 他可以比如说 听证会 咱隔生几个月 然后第一审 停上几个月 有什么新的证词 停上几个月 有什么新的那个证人 停上几个月 然后最终即便宣判了 说引渡 说这人上诉 又拖上几个月 这事儿一拖 拖好几年 拖好几年 江南大为什么拖好几年 他堵什么呢 他堵两个东西 其实 就是一个东西 他可以堵到的 他争取2020年 美国大选 争取川普败选 民主党上台 民主党的政策 不是那么极端 加拿大就可以呢 什么了 就可以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事儿呢 可以就是说 能说得过去了 对不对 能说得过去了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 如果这些年出现了那种极小概率事件 那么 加拿大解套的机会 不就更大了 对吧 加拿大解套的机会 不就更大了吗 对吧 那我们后来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 2020年 疫情来了 我之前不做过一期节目讲这个事儿吗 2020年疫情来了 中国几个月三下五十二 快速反应部队上去 很快把疫情解决了 然后疫情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欧洲来说 包括加拿大 包括印度 包括东南亚 那都是基本是惨目人睹嘛 对不对 美国被疫 美国在疫情上的伤亡 那那之前我跟一朋友在那哪 在那个在那个网上留言 说那个比呢 他他他说那个比那伤亡 说那新冠这个这个事儿跟那个怎么比呢 没法比嘛 对不对 然后美国因为这个事儿经济被拖垮了 美国经济是趴下欠那么多债 然后印度和东南亚还有 还有还有还有南美的疫情 让美国赖以维系的这个生产线 或者赖以维系的从其他从不从中国进货 从其他地方进货 对这个最后一条最后一条路也没有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美国不得不求着中国为自己 为自己这个经济那个那个那个什么嘛 改善自己的经济形势嘛 然后中国在整个的这场博弈当中就占了上风 中国在这个整个一场博弈当中占了上风 他要求什么 撒清单 对吧 三个清单其中有一条就是释放孟范中 美国呢 认为这个事儿是清单里边提的所有的条件当中 最简单那个 他就就坡下驴的 就坡下驴的把这事儿解决 这个事儿解决了 然后中国那边也放了两个卖 那最后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是加拿大解套了 最后结果不是加拿大解套了吗 结果加拿大解套 加拿大在没有主权 在加拿大的没有多少活动范围 被两个超级大国挤的同时 这个事儿解套了 我们保住了什么 保住了跟美国的关系 对不对 这是美国让放的 不是我们让放的 也不是我们让整的 全是美国的 全是美国的事 对不对 美国是美国那边司法说 这个事儿不引渡 该怎么地怎么地 该放该放 怎么地 对吧 美国说了 变成美国的事了 对吧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没有那啥 没有没有走坏 那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呢 民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这个事儿解套了之后 中国不又能买我们的大宗商品了吗 然后中国那个中国市场 咱说咱说民间可以损失一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事儿慢慢的会淡化下去 慢慢会淡化下去 然后呢 然后也许我们将来会得到部分的机会吗 对不对 所以跟中国这边也没有损失多少 然后最重要的 我们的大宗商品跟美国竞争的时候 也没有失去那定价权 因为中国会继续买 不就这个吗 对不对 所以最终我们看到什么 最终我们看到什么 加拿大在这点上 从某种程度上讲 也是赢家 从某种程度上讲 也是最后的胜利者 我们之前说了 美国在这个事儿上惨败 他为什么惨败呢 之前我们说了吗 美国涉及国家安全的 司法涉败案件 胜率是百分之百 现在不是了 现在中国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 你当年法国撇鲁齐这个事儿 你没整好 对不对 你欧洲经常有这事儿 中国给欧盟上了一课 说你看看 你看看 靠着国家力量 靠着国家的主权 跟美国针锋相对的干 只要你的力量尬过他们 这事儿可以解决的 对不对 这事儿是不是可以解决的 孟晚舟人回去了 人给送过去了 对不对 没引渡 百分之百 现在百分之九十多了 对吧 对吧 这事儿达成了 中国是一个胜利者 对不对 加拿大也是胜利者 为什么加拿大也是胜利者 从加拿大的角度 我们解套了 虽然跟中国的关系上损失了翻年 跟克雷迪安那么说 说的也比较正确 损失了三年 但是不管怎么说 跟那个最坏的情况 跟那个最坏特坏的情况 我们比那个来说好多了 好多了 沈亿老师说 我们我们这块是个地名 没什么主权 从一个现实角度是怎么回事 但是即便在这个情况下 小特鲁多政府 通过他的拖延 通过他的走司法程序 通过他的那个审时度势 通过他的 通过他在那个两大国之间的那种 这种这种博弈的这种 从中间这种 这都怎么说呢 长袖善武吗 加拿大解套了 加拿大的利益没有损失那么太多 这个结果对加拿大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呢 咱就做到这 咱就说到这 有什么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啊 喜欢我节目呢 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 再见